11月22日 习近平主席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乌拉圭总统 拉卡列 举行了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中乌关系和经贸合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和乌拉圭传统友谊深厚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建交35年来 双边贸易快速发展 中方对乌投资持续增加 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我们期间双方同意 在中乌经贸奉委会机制下 设立贸易畅通工作组 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便利化水平 同意加强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 打造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下一步 商务部愿同乌方相关部门一到 全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进经贸领域各项成果落实落地 为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心动能